近日,来自美国的马特和英国的阿里克斯两位YouTube博主来到重庆,参加《放心中国游海外大V拍重庆》活动。 他们在重庆深度体验十天,用镜头向海外展示重庆的美食、美景以及城市发展新风貌。 马特和阿里克斯已在中国浙江生活多年,这次来重庆他们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重庆的现代都市气息。 站在重庆南宾路观景平台,马特和阿里克斯拿出手机和相机,拍摄了岩石摄影作品,记录重庆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,以及鱼中半岛的摩天大楼。 这里特别漂亮,非常漂亮,这里的其他的城市是很不一样的,因为很多山也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。 七年前,阿里克斯来过一次重庆,当时他是参加朋友的婚礼,在重庆停留时间不长。 再次来到重庆,阿里克斯花了十天的时间来深度体验。 他走过重庆的大街小巷,对城市的发展变化发出阵阵惊叹。 这城市地上,是非常有趣。 路上,在了多小街角围,看到每个人也看到小小店的小店。 所有这些小商店的有每个小店白饭的味道,感觉很普通。 所以我看起来是50%兴趣的 50%很普通的 它有一个深深的文化的文化 很棒 马特和阿里克夫苦爱重庆火锅、串串等无辣不欢的美食 对他们而言 品味富香味俱全的重庆美食是一种享受 为了深入了解重庆火锅 马特和阿里克夫来到重庆南宾路易火锅店的厨房 用镜头记录下火锅制作的全过程 拍摄完制作过程 接下来就是品尝火锅 马特和阿里克夫想挑战一下自己 他们点了中辣火锅 据了解 重庆文旅国际传播中心策划推出的放清中国游 海外大V拍重庆活动 邀请海外YouTube博主来重庆 用视频形式展现重庆的美食美景 城市风貌 智慧城市建设 提升重庆在国际文旅市场的知名度 美誉度和影响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